庞恩州发生近半世纪最严重水灾 大水退去后,灾民忙着,收拾残局 人因梦想而伟大,缅甸青族那名孩子 靠着画作在马来西亚逐步完成梦想 那名母亲法尔曼靠缝纫手艺让孩子上学 稍后带您聆听她自力更生的故事 详细内容请看今晚八点 麦袋频道YouTube首播